三民第一分局于今日五十十六分许接获报案 在三民区中华山路三民街口有交通事故 所以立即派遣辖区三民所交通分队到场处置 经了解五女自三民区三民街东向西欲行走行人穿越道穿越路口 为五女刚要起步行走时号制灯号即转变为红灯 此时五女能继续穿越而遭一步中华山路 北向南行驶自小客车撞击 造成五女不幸死亡 造势自小客车驾驶造势后汽车逃逸 本分局已立即以车追人掌握造势驾驶身份 全力追及其道案中 初步分析事故原因为行人不一标志指示 自小客车驾驶未注意车前状况 为详细造势原因及责任 能带交通大队事故鉴定分析 三民第一分局呼吁 汽车驾驶人造势后应及采取救护措施 及依规定组置 并通知警察机关处理 造势自人受伤或死亡而逃逸 需负造势逃逸之刑法公共危险的刑事责任 警方必将驾驶查记道案 绳之以法 绳之之以法 好